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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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聖季基督教室 是 聖季基督教室 聖季基督教室 呈现哥德堡编奏曲的巡演 是朗朗的人生梦想 这么多年的努力 一直在积累 为的就是 这名中国钢琴家 有实力把哥德堡编奏曲 呈现到世界最高水平 我早就想弹 但是没准备好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巴鲁克时期的一个剧情作品 我得真正去理解 什么是巴鲁克音乐 近三年吧 非常踏实下来 巴鲁克的歌 and think that this this note is the resolution so not too loud again and this this is louder tha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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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is and this this and this and this 始终 th 谢谢大家 在国外都是两年前订阅运会 今年就是哥的宝年 完全没有想到是一个这样的2.2年 我到5月份时候 我确实很焦虑 因为那时候抱着一丝希望 就希望他还能谈 这个OK的 我必须使用 不适应也不行了 行 那我就先 先摔一个 我们在这一个 还是比较现实的世界里 你必须要适应要快 踢管对手不甘示弱 你失去了就是 你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的 这七个月 第二当然经济上 咱们就是比如说什么 我也不装 经济上肯定会有影响 尽管压力很大 可手头的音乐工作 却没有停下来 这间位于深圳的音乐学校 是朗朗于2011年创办的 今天是疫情平稳后 他第一次给孩子们上课 你俩没喝点咖啡 这怎么样 这很棒就胖了一会儿 这是我的那个 这个在英皇现在念博士的 这个高徒 最近也是 这个你九月份回不去了是吧 估计我们打算月底 往回跑一趟 能回去 能但是得隔离 你还是挺勇敢的 我都不敢出国 你还不受控制了 没事没事 挺好的 性格就要这样 对 这个非常好 控制不住了 朗朗他下午录了 一个下午的节目 现在他还没有吃饭呢 但是他要坚持先给我 没事 我还活着 没事 我非常高兴今天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长时间 没跟大家见面 你们在疫情间 认期没有啊 有 有啊 虽然最近是一段 非常艰难的这个时光吧 因为我在疫情间 也是就是 一直想保持这种一种状态 还是要越谈越好 是不是 没错 啊 好 对 算对了 没错 好 好 那咱们开始吧 开始吧 嗯 走 好 我们掌声送给李俊杰 对了 对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他那种 这种建强建筑要大一点 你知道吧 你不用那么急 绝世的感觉多一点 下次你们会有机会 晚上十点了 孩子们还恋恋不舍 但明天还有一场 重要的音乐会 等待着朗朗 好 谢谢 感谢各位家长 还有学员 要不老师们 感谢各位老师们 倒头 然后再 再撤会 句子也是很短 嗯 有点 就有点软 整个感觉就是 短和软 然后不够有棱角 还是贝多芬啊 你知道 你弹得太柔了 听着像肖邦了 你看 有点那感觉 对 你这念这个弹得 对啊 你这几口都没的 你现在有点这样 你现在有点这样 嗯 这不能弹太快了 你这样伸缩性 就像这种这幽灵似的 你知道吗 这就 你知道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但是你挺好 就是 起码你能弹下来 这曲很难弹 明天哥他饱着睡觉 稍微被吸了 行我看你吃饭了 好 听明白了啊 好 祝你能弹啊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陈老师 拜拜 非常好 谢谢哥哥 祝一手了 祝一手了 好 知道 嗯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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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因为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剧院演出得以正常开展 朗朗也正好有机会 把歌的宝便奏曲带回中国 我昨天晚上终于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 哎呀 终于谈演员会了 他也说 加油 加油 哎呀 太舒服了 这曲不用加油 这曲的就沉下来 对 还好昨天晚上有一场那个 那个就是对我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的球赛 今天晚上我得看 今天晚上是巴萨队拜仁 今天晚上我得看这场球 这个音乐厅我还没去过 所以心里边也有点不太 没有太大安全感 所以我今天要提早去 因为我不知道它颜色是什么样的 没谈我 对 然后琴也是新的 这必须要了解 不了解的话有些 有些颜色处理处理不出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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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这 是 是 是 3月初 哥德堡编奏曲的新专辑 已经在德国录制完成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宣传发行的计划却一推再推 中国首演前 朗朗终于收到了德国寄来的唱片 你把那个格德堡编奏曲给竹琴看一眼 出来了 我给你们显示一下 不是不是就那个 唱片 黑胶也行都我给大家显示一下 对 那个 黑胶也出来了 这从德国刚刚借来原版的 声音特别好 我昨天在车里听了一段 声音特别好 这个 这个黑胶是录音 光是录音棚的版 因为它装不了两 当时这个带到这场吗 带着吧 这带着一会儿给我爸看一眼 好的 对 但你拿着吧 好 你就装 装好 不能露腿 所以一般都是露了长 对 咱们就不会这么穿 这么长的吧 太不时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是为了您的 走吧 好 你们也去现场对吧 行 那行 走吧 平衡 平衡 拿着个方的 真好看 您即将弹奏的这个 哥德堡变奏曲 我们知道也是一个 难度极高的一个曲子 一会儿 您也是即将在这个剧场 然后来演奏这个 哥德堡变奏曲的 那您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是希望吗 期待就是我能非常沉下去地弹 对 因为这首曲子跟平时那种 大浪漫派不太一样 那就是让敞开弹 对 今天就是 要冷静 要平静下来 然后把这些情感 非常内敛地弹出来 我很少五个月不弹 跟音乐会 这种情况很少有 所以确实是需要 一会儿来静下来 沉浸下来 你先试一下 刚调完期 就有问题 刚刚吃还没收获 可以继续听 感觉真好 回到剧院的感觉 很舒服 我现在吃药绝对安静了 我还得联几个 吃吧 吃吧 嗯 这现场不要留任何人 不会的 咱们都听不懂 不懂 今年能谈音会 就是很不容易 导致我在做梦的时候 都在谈差一 真的 我一晚上一做梦 开始谈音会一声 哦 是场梦 连续九十分钟的演奏 对音乐家的体能和心理状态 是巨大的考验 演出开始前一个小时 朗朗用小睡的方式 让自己沉静下来 朗朗老师将会在深圳的平山大剧院 开启我们今年歌斗舞宝便奏曲的中国首演 每一次去聆听他的演奏的现场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太大意了 这感觉你都不合计 肯定大卖 大卖 感觉太好了 最近钢琴王子朗朗出现的频率颇高 这是要网鱼的牵抗拢的节奏吗 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各种网编程 很多人忍不住感慨 熟悉的钢琴家回来了 这里排队 用手机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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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种许多摊完 这个电话给我让开 我要上当机会 给我们 chees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是我最擅长的领域 但是呢 我还是有信心 我也能做好 一个成熟的人 不能光是喊口号 他是一个很小孩的做法 在这成人的世界里 你就是有和没有 你还也没有 对我来讲就是 你要学到这个本 这拿到手里 这比什么都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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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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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长啊 怎么样 牛大了这个 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大家是过来的 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五度五度七度八度九度 今天就观众一下好了 对 好 好 好 特别敬业 下午谈了两下十 对 好 这也是我看到世界上最长的版本 是是 知道 对吧 一个小时三五分钟 是的 每天在电视台上看点是综艺结果 对 最近没事那你只乐和合伙 对 是的 没事 那往后抹一点看 往后抹一点 再转再转再转 怎么样 你是那个电视台吗 哪个采访下一个 行 现在我们看到您还参加挺多的 这个综艺节目的 大家会觉得 诶 那个老老先生是要转型了吗 没有 我从来没想转型 你觉得 疫情期间音乐会都没了 你觉得还不做点别的事 你觉得我的在家不得被闷死 哈哈哈 音乐会 谈一百场的时候 我上哪去参加综艺节目 这没有可能性 这时间都没有 我觉得它只要适合我 我觉得 我需要 去玩一玩 或者我觉得这个对我成长有 有帮助我就去 我不会考虑到 就是 谁干过也没干过的事 因为我干的事 五点音乐家都没干过 哎呀 行了 所以你能谈一下 会有高兴的还是 不容易啊 谈一下 我认为五点音乐圈 你只要谈得好一些 你吵饿也没什么用 不管你装也不装 这江湖就是这样 我就看你谈啥呀 亲爱的喜马拉雅的朋友 我是朗朗 2020年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因为我停下了许演的脚步 专门为孩子们做了一道 朗朗给孩子们的钢琴歌 今天我要说的这首曲子啊 是一首中国的传统名歌 她就是茉莉花 哎 你们出节目怎么的出发 咱们讲讲 咱们讲讲 我们节目应该是一周 更新两期到三期 这样子 能更新慢点吗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什么呢 我不想这么快录完 有时候我想说的东西吧 我说不明白 太敢的了 就九十月份我也在中国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敢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想赶 要开学记 所以呢 我们就是想着八九月份能上 这个我们还是 在质量的把握的前提下 把事都得做好 我不能把你这说做冒 我后天我去我学校讲学 我说不了话了 明天我还得谈一天 你也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得到 我想做好 要后我做这种干什么 不是没做的 哈喽 听得到哈 OK 好的 老师可以开始 浪漫拍的作曲家呢 有李斯特 肖邦 舒曼 门泽尔松等等 但是呢 格里格和他们不一样 他的抒情是简洁而真挚的 因为我原来我记得我在那个 卡内基的那个首演的时候 这个当时我和这个 挪威的钢琴家 雷福威安森斯 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太热情了 那稍微的稍微收一点 我说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挪威人的这个山水 是比较低调的山水 自从2001年第一次登上卡内基音乐厅 掌声与争议声就一直伴随着琅琅 争议的根源之一 在于古典音乐一向被视为高雅文化 经营主义圈层反对古典音乐拥抱大众 但朗朗并不认同这种观念 朗朗 朗朗 请参加我 所以你能够接受这个 2014年全球领域的领域 过去的20年 朗朗是和顶尖乐团 合作次数最多的钢琴家 她的音乐会在全球和唱狼球 在社交媒体上 朗朗拥有2000万的粉丝 接连登上奥运会和世界杯的舞台 四次隔来美 六次春晚 观看过她演出的电视观众 大几十亿 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 流媒体时代 古典音乐家想要成名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 但朗朗通过与流行音乐 和大众市场的跨界 成为了巨星 她大胆地破圈之路 在俘获粉丝的同时 也让更多的年轻人 开始关注古典乐 我们如果是真正和传统来走的话 那中国人就别弹古典音乐了 你想那个时候 你在国外 你说中国人弹古典音乐 你说还皮皮开玩笑呢 你回去拉二胡去吧 我第一次去伦敦 就是他们知道我弹拉三 都是我疯了吧 某一个广播台直接就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这是西方音乐里 技巧上最难的一首曲子 你在十八岁你就弹这曲子 你知道你要弹不好的话 你不得被人骂死我了 只要我再能问 就直接问我这句话 我说那我万一弹好了呢 突然说那 我就很乖乖地坐了 亲爱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在所警代表主办方 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 欢迎你们 您刚刚说这个哥德堡编作曲 长达九十多分钟 然后是最开始是起到催眠作用 那么您是否会担心观众 会产生一个听觉上的疲劳呢 好 谢谢 能睡就睡也没什么的 这音乐就是怎么享受 怎么舒服怎么来 所以有时候稍微小咪一会儿 好像上场我爸都睡了一会儿好像 对对 你说睡着 我听说你好像打呼噜了 然后后来旁边人说 后来就让我每段编斗 我就给他振醒了 好像 对 谢谢 这个 然后那个我有 我有套书村美丽 好好好 接受家长必修课 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 佳琳区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就是 这个学里面记住恨里面艺术 嗯 学琴最后没有 学里面记住恨里面艺术 就是没有走向热爱音乐的目的 其实很大力 所以我特别希望鲁远 还是能够我们来估计努力 就像你今天说的 还是快乐 快乐 快乐 我想特别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没有任何教育 可以像音乐教育这么快 嗯 所以我们共同得把这个 让音乐教育 迈向文明 对他如果不快的话 他肯定是一个大量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怎么说 因为好多男女说是 嗯 我经常别人说 我说朗朗是雅王四个二 哈哈 是不够福射的 他是天赋 但是很多人以为 只要我足够的艺术 就能够 嗯 这个那还是什么 结果大量的天才 就一天就完整 天上水 距离中国首演四天后 葛德堡编奏曲 中国巡演的第二站 在广州拉开帷幕 以往 朗朗每年要进行 140场音乐会演奏 平均一天半就换一座城市 一年有三百天住酒店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是他生命中的常态 啊 坐 坐 坐 我就是宫德华 不想下台 你说这个 你说 他也是一种 给你驾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吗 没有 先上 走 走吧 我就从来没有过时间 什么六七点钟吃个晚饭 早上起来甭开手机 不用跟着日升表走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日升 咱们先走 走 但是这跟我从小受过的教育 从小的这个节奏有关系 因为我从小毕竟不是学钢琴 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练的时候呢 确实是不能太分心嘛 对吧 所以我爸也是对的 就是他那是不让我分心 不让我那种 就是自满 凭借过人的天赋 和刻苦的练习 朗朗成为了古典音乐界 最具艺术和商业价值的 艺术家之一 传奇的成名之路 令他成为众多琴童和家长们效仿的榜样 一年多 两年了 然而 以功力为目的的教育模式 却让朗朗感到担忧 对 对 对 好了 我看 这行 好了吧 这琴怎么也这么紧呢 你们最近怎么弄的 这是 开玩笑呢 这么紧 就是这位 就是这位 又是一个很痛苦的职业吧 哇 这个要命啊 弹拔鹤 这么紧的琴 哇 就这一个说 多抹点油吧 哈哈哈哈 哇 太紧了这些 哇 尤其低音区哇 哇好重啊 本来这个 广州就潮 你知道吧 它就容易这个 心发闷 怎么能能给它让它松一点 可以处理一下 对 可以处理一下 对 可以处理一下 对 我需要练两个小时 我练完你就可以动 可以可以 我们是起点慢点 谢谢万一会 对我看 好激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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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老师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好 又热下手 好 太凉了 你就装没干净就完了 就 就是这边 没事 对 不是你就干干嘛 有柴呀 柴也干嘛 你看 哎 太动了 对 这个应该是 开一个行 开一个就可以 嗯 嗯 中国首演后 朗朗的歌得包编奏曲 在乐坛引发了极大关注 他演奏了世界上最长的版本之一 这样的处理方式 注入了鲜明的朗朗式风格 敢于打破常规 已经成为他的个性标杆 我的艺术观就是不断地去变化 不断地去探索 古典乐 老龄化的问题很严密 所以得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去 把他的这个年龄段 往年龄化一些 对 第二点就是 就是我认为 这个音乐教育 是需要改变的事 你说现在还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这个教育 要改变这个东西 这是我父亲 二十年前 collections 八十五年前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 它是确确实实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然后我觉得音乐应该改变更多的人生 这个音乐教育是需要改变的时候吧 功力性太强了 这是不行的 你想你就上去去我要得第一名 这个实际是非常不健康的 你就是太功力地在弹琴 跟你真正在舞台上无忧无虑地 就是想把音乐弹好是两码事 孩子们 朗朗你站过来啦 开不开心啊 孩子们 还有乒乓球呢 这好啊 乒乓球 这些都是红雅的孩子 我跟他玩点去啊 来 你打得挺好啊 我 我跟你们弹一个曲子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两个方向 一个是做专业的那种训练 同时呢 我还是想做一些普及的东西 有些地区啊 它实在太偏远 它没那个经济实力 但我们就要改变这个东西 对 今天咱家全 全家出动了 我妈 我爸 我老师 我老婆 都 都全在 谢谢 不得你 走吧 就在这儿 你坐 你一定先冲到他去 美大的猪老师 慢点慢点 不要外张 我怕你来着一看 我有个个人 你就紧张了 没紧张 我身体好好的 就是不老是帅一距 对对对 肯定是在恢复这段 慢慢走 一会儿年轮 行 好 谢谢朗朗 原来 以后我们有点遥远 五点云远 一下子拉到我们的身边 在这里祝福朗朗的专辑 大爱 记得我们新年音乐会的约定 在此祝福朗朗歌新专辑 大爱 欢迎大家来到朗朗先生 2020年最新专辑 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的发布会现场 今天真是里程碑的一天 我们将和他一起来感受 巴赫哥德堡变奏曲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 欢迎朗朗先生有请 从十岁起开始练习巴赫 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 朗朗终于如愿以偿 完成了哥德堡变奏曲的录制 新专辑包括两个版本 除了录音室版本外 朗朗还特别将年初 在巴赫目前的现场演奏版 也收录在唱片中 我那天在谈巴赫的时候 然后我就往他这个墓上看了 就看着那一个沙大的时候 我从小练巴赫的这些镜头 全回来了 就是他会直接就冲进来 你会很感动 心里会很感动 就我今天真走到这了 就这种感觉 就我真到这了 今年的虽然是有疫情 但是呢 还真是梦想成真了 你知道吧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难预料 很多东西是没法来预料的 我觉得这年是有没有失去 失去确实没找失去 但是最中心那个没有失去 我最近买了一大堆变迹金刚 对 这个就等着跟他玩的 对 这我可不像我爸 真是不让我玩 所以我可在那玩 非常幸运的 有一个新的棋底 我觉得我这个时代也挺有意思 这个时代也是 我觉得很有中国人的那种 新一代的那种朝气 假装在衣服下 那边真的特别少 来来往往在冬天 冷暖的一个人 工作了之后发现时间更宝贵 把这工作做好了 哎那别人是可以想你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是一块七毛五 三百块钱买买买了我都破产了 其实我不是来玩的 我是真的想玩好玩 我怎么轻轻 你差一点 你打得挺好玩 用平庸来交代 好吗 来 所以我个人 进来的 我吧 the world was more was probably more pure back then 每天经过一年点 你一定能做得非常好 你看 我们的模样 都在梦想的墙上 从天真浪漫的催促 到拥抱一切的圆包 我们多漂亮 一张看谈 静静的脸 未来才刚刚 记得迎来世界时光 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